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无名城北殿考试题目 剔除没有审美考生 导演 已提示送分题 无名的确是争气啊 作为一部文艺片和超级商业片 那是要票房有票房 要实力有实力 要艺术有艺术 要专业有专业 被无数业内大导演夸赞 被央视表扬 在观众们心中有口碑 可就是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无名不行 诚然人与人的审美是有差距的 前提是不要与自己的前途有关 如果此刻你认为无名不好看 或者相信了互联网上 对无名的诸多恶评不去观看的话 你若是一个普通人那没什么 而如果你是一个要报考北殿摄影系的学生 那么不看无名 无法鉴赏无名将会成为阻拦你上北殿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因为无名出现在了北殿的试卷上 流言飞语转得再凶 恶言恶语说得再很无名 也登上了北殿的试卷 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在筛选智商与审美 如今到了筛选电影从业者这一步了 有很多考试的学子留言 自己并没有看过无名 或者认为无名不具备审美艺术 这才是自己没有考成功的原因 而事实上 校考的时候 很多院校对于临近荡期的片子都是会直接出题的 这就是对于未来电影从业者的艺术鉴别力的一个初步甄选 学校默认这种水平的片子学子应该主动去看 承尔导演是学院派的导演 课上老师会讲罗曼蒂克肖王史 这是教材内容犯罪分子 被称为北殿有史以来最好的毕业作品 想要成为承尔的学弟学妹 却对诗歌的大作不屑一顾 真不知道是在否认承尔 还是在否认自己想要考的学校 在吴明出来之后 网上诸多电影系的导演 教授都给出了充分肯定 并且表示在电影下映后 自己会带着学生们拉片逐针观看 但凡要考试的学子没有坚持自己内心的偏见 都会因为这些行业导师的话去看一看的 学子没有自发的选中院校认可的片子去看 就没有具备基本基础的艺术直觉与鉴别能力 这种前台词就是 学院想要招收的学生 起码会为了这部片子走进电影院 选择与学校审美对齐的影片 可以在诸多电影中精准地捕捉到 最符合学校电影艺术审美判断的片子 总而言之 北电想要看过吴明的学子 而事实上 早在2月11日电影吴明进行宣发之时 秉承着自己一贯简洁的风格 在社交平台上的发文为送分题 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于如今登上北电视卷的一种提示 再告诉想要踏上电影 这个行业学子的一个忠告 去看吴明吧 当你考试时吴明会是一道送分题 不仅仅是电影的宣传 当初央视六公主还请北电教授做了一期无名的访谈 期刊上明明白白的写着学术期刊 都提示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一个学子要考电影专业 却依旧迟钝成这样 连最基本的敏感度都没有 那么 再出考被淘汰真是太正常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